郑成功为什么要收复台湾 大多数人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 那是因为河南能占领的台湾呀 让台湾人生活于水生活的当中 那郑成功作为中国人 怎么能够允许外国人欺负咱们是吧 所以说当仁不让他去收复的台湾 但你不知道的是呀 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 其实呢是被动的 因为郑成功的人生呢 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呢是北伐 第二才是跨海东征 1659年郑成功带领十万大军啊 北伐失败 回来的兵呢不足五万 只好退回厦门修养生息 可满清呢不会让他疗伤 立刻发动了贸易战 厦门周边的地盘啊 被满清占据了 断粮断水断商业 郑成功啊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呢 就是要突出重围 选择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 选哪里呢 东方的海面上呢 那不就是县城的地盘吗 没错那里就是台湾 于是郑成功决定呢 去收复台湾 但是郑成功刚刚打了败仗啊 军心溃散 这个时候收复台湾呢 肯定不合适啊 还必须要等 等什么呢 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啊 叫河滨 河滨是谁呢 他是郑成功父亲的一个旧部 后来呢给河南人当翻译 有一次河南人的希望啊 能够来县门跟郑成功通商 就派了河滨来县门 河滨啊就刚好呢 借这个机会找到了郑成功 而且呢给郑成功啊 带来了一打的资料 资料里面明确的记载了 河南人在台湾的一些炮台 军事布局 人口等等这个行动的方向 郑成功看到这个资料啊 很激动呢 就对河滨说啊 你回去之后呢 继续监视 等我情报 郑成功撤队回到县门之后呢 刚好也觉得非常的危险 于是啊 就派人通知河滨赶紧从台湾回来 这个时候啊 河滨呢又给他带来了一张东西 台湾的地图 并且呢带来了从洛门水道 如何进入台湾的方式 郑成功这时候觉得时机呢 终于成熟了 于是呢 带着两万五千的士兵 还有四把兜艘战船 浩浩荡荡前往台湾 到了台湾以后啊 他用围困的方式 将河南的军队啊 困了八个月的时间 他们断水断粮 军心啊很快溃散啊 立马挂起了白旗 就跟郑成功投降了 投降以后的河南人啊 乖乖离开了台湾 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啊 郑成功呢 都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从外国人手里 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